这么高的肉松小贝胚,见过吗? 胚有多元,做出来的肉松小贝就有多元 在裹上好吃的海苔肉松碎 一口咬下去,绝绝紫,打个包,又可以出摊咯 两个蛋黄,食物的牛奶,五克的油,乳化均匀 塞入二十克的滴滴面粉,继续以Z字手法搅拌均匀 面糊是顺滑,流畅的油 两个蛋清,零点五克的盐,一克的柠檬汁或醋 二十五克白糖,一起打发至像这种小三角状态 一定是直立的小三角 单清分两次去混合蛋黄 切拌上下翻拌的手法去搅拌 最后的变糊是这种特别有质感的 看一下,这里要垂直往上挤,一点一点往上提 尽量高一些,按上面的时间温度去烘烤 这样做的饼胚又高,底部又平 表面尽量烤到这种稍微硬一点的感觉 底部边边吐上沙拉酱或是炼乳 把两个合一起,全部包裹均匀 再来一层灵魂的海苔的松碎 胚子的高度决定了小辈的圆 过远吧,随便把它包装一下 又是可以摆摊的一天 简单吧 下一个句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